进宗念佛有十六种法门 观经上说的 十六种念佛的方法 最后一种叫持明念佛 在十六种方法里头 是最直接的 成就最快的一门 没有比这更快的 是一进又进 快到什么程度呢 第十八运输 灵命总是一年十年 决定的神 这真理讲到究竟越满了 一生没能够 一生不相信佛教 而且善道大师还教给我们 纵然这个人在世 造无逆手 毁谤佛法的这样重的业 世间最重的罪业是什么 毁谤佛法 破获获胜 没有比这更重的 这一条罪 这一条罪 比杀父杀母 杀阿罗汉 出佛神学的罪 还要重 拥有没有的救援 灵命总是真正忏悔 认错 后不再造 念佛往生 也能往生 我们相信佛的话 佛不达往语 佛的话句句真实 我们一定要相信啊 这一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现在学了 现在就要干啊 不能侥幸 不能投机取巧啊 灵命总是还可以 我现在干的干什么 到灵命总是我在说嘛 灵命总是 如果你得了老人老年痴呆症 怎么办 佛菩萨神仙都帮不上忙 为什么 你头脑糊涂了 要知道 灵总神念 必须具备的条件 第一个 头脑清楚 一点都不迷惑 我们细心观察 看往生的人 有几个人头脑清楚 绝大多数的人 在那个时候 家庭眷属不认识了 亲人到面前 你是谁啊 这就完了 这就不注定 不能往生了 这真的太多了 我们亲身见到的 所以头脑清醒 不容易 临终没有病苦 这很难 第二个 正在这个时候 关键的时候 要有一个善友提醒你 你能遇到吗 最后一念 有人提醒你 念佛了 念阿弥陀佛 你能不能遇到 遇到人家 遇到人家一提醒 马上就欢喜接受 就一觉风险 没有忧郁 没有怀疑 所以这些条件 都不容易得到 那我们得到这么多的信息 知道这个法门 真正想去 决定去得了 决定不是假的 那我们要做准备功夫 现在就做准备 今天就做准备 万云放下 夜心专念 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抓紧了 分描必正 念念不识 我们得抓紧 一切时一切处 坚定 受持这句话 那初学的时候 念了念了就跑掉了 就没有了 不要害怕 一下想起来 赶紧抓回来 总是来来去去的 不知道搞多少次 有个一年半才 差不多了 真能控得住了 这就是好现象 这就是决定的身体现象 真要放下 什么都要放下 世界一切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决定不去搞轮回 轮回太辛苦了 轮回里头 决定免不了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 这苦不堪言 所以过去一切恩怨 统统失掉 恩怨都要失 恩不许 留到也出不去 怨不许 这三途就离不开 全都要放下 要发大慈悲心 帮助这个世界 苦难众生 要发这个慈悲心 要真感 发心真感 自己佛号不间断 帮助众生 有缘就干 没有缘不要去找 你去找就错了 找你就又起妄念 起心动念 不找 他来找我 我可以干 好似帮助他 他不找我 不要去找他 心永远住在 清静平等觉 这就是真正的 菩提心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